雪山青线依据5300年前的干尸 比古埃及法老的木乃伊还要久远 但仍然皮肤完整毛孔清晰可见 只不过他死尸姿态怪异半身赤裸 身上还布满了诡异的纹身 专家对其进行详细研究 却由此揭开了千年前的巨大阴谋 更令人骇然的是与干尸接触的人员意外频发 接二连三的李希死亡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干尸带来的诅咒 那么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句干尸为何会裸身出现在雪山上 他生前又经历了什么呢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长按点赞加关注 1991年意大利的警方 接到了一个奇怪的报案 一对德国夫妻在阿尔卑斯山脉探险时 在遗处冰山上发现了一具干尸 起初他们以为这是登山的遇难者 但是在仔细观察了这具干尸后 西蒙和罗斯就果断推翻了这个猜测 因为这个男性干尸的衣着 实在是不符合探险需求 他的上半身赤裸下半身淹没在冰潭中 古铜色的身子在茫茫血色中格格不入 而且干尸的面部表情十分扭曲 像是在此前经过痛苦的挣扎 最诡异的是干尸的身上布满了诡异的纹身 这让西蒙和罗斯顿具事情不简单 他们拍摄了详细的照片 然后就下山报了警 意大利的考古队在得知消息后 迅速赶往现场 紧紧粗热地扫了一眼 专家就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地方 这具干尸明显很有年头了 毕竟现代的登山者 谁还会穿羊皮陆皮制成的衣服 而且干尸旁边的遗物也很有年代感 是一把弓和一个箭筒 还有一把铜制的斧头 这些物品的出现 让专家对这具干尸更好奇了 他究竟是什么人 为何会如此凄惨地死在荒芜人烟的冰原呢 为了能刚好地研究干尸 考古人员把他和他的遗物 全部转到实验室 并且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小组 因为干尸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奥斯冰川发现的 所以专家就把干尸命名为奥斯冰人 在实验室里 专家对奥斯进行了详细的检测 几乎各种现代仪器都用上了 通过DNA解码 他们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奥斯竟然来自距今5300多年前的 新世纪时代晚期 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 最古老的一具干尸 并且通过解剖研究 专家对奥斯有了进一步了解 他身高1.65米体重61公斤 在去世时约有45岁 这在当时已经算得上长寿了 微容物里还有野生动物肉类和穀物残余 再加上身上所穿的 有羊皮鹿皮和树皮鸡草制成的 三层服装 足以见得奥斯在当时的地位不低 毕竟当时大部分人都还是不果腹 衣不避体 而奥斯除了衣服之外 还有帽子和羊皮护腿 这一身完整的服饰实在难得 不过最让专家感到惊讶的 就是奥斯身旁的那把童斧 专家对童斧进行了X光检测 结果却让他们惊掉了下巴 这把斧头的纯度竟然高达99% 要知道新石器时期的工具多是石头做的 金属类的器具本就少见 更别说这么高纯度的铜器了 这远远超出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 而且这把铜斧的出现 直接将铜出现的时间 整整提前了数百年 雪山晶线依据5300年前的干尸 它皮肤完整毛孔清晰可见 但是此时却姿态怪以半身赤裸 身上还布满了诡异的纹身 专家对其进行详细研究 却由此揭开了千年前的巨大阴谋 同样能守时同府的奥兹 必定身份显赫 可是如果奥兹真的有着崇高的地位 那么他是怎么孤身出现在雪山上的呢 他的死因又是什么呢 为何神情如此痛苦呢 为了解开这些谜题 专家进行了合理猜测 有人认为奥兹可能是被荡成祭品 献给了山神 因为他身上的纹身太过诡异 让人不得不与神秘又残忍的祭祀 联想到一起 也有人觉得奥兹在雪山上遇到了风暴 躲避不及时才丧命的 不过最被广泛认可的一种说法 则认为奥兹死于一场巨大的阴谋 因为他们在奥兹的身上发现了剑伤 就在他左左骨的下方 有一块剑头碎片 虽然剑杆已经被奥兹及时拔了出来 但是剑头却穿过了主要血管成了致命伤 由于没有及时得到医治 导致奥兹最后失血过多而死 除此之外专家还在奥兹身上 发现了多处钝气伤口 这些伤痕明显是人为造成的 可见奥兹在生前应该经历过一场恶战 结合奥兹的伤口来看 他死前把左手压在脖子下 应该是想起到止血的作用 但奈何伤势过重 没起到什么效果 不过让众人不解的还有一点 那就是奥兹为啥要裸着身子呢 毕竟血缘上的温度可不是开玩笑的 对此有心理专家解释 当人的身体受到极端寒冷后 在感觉上会出现相反的现象 也就是说人在快冻死的时候 就会觉得身体很热 温度越低越严重 于是就想把身上的衣服脱掉 奥兹也应该是出现了幻觉 所以才会裸着身子泡在水潭里 可是生活优渥的他是怎么惹祸上身的呢 而且奥兹的同府如此珍贵 为什么凶手不趁机拿走呢 究竟是毫不动心还是有什么顾虑呢 对于凶手的行凶动机 由于年代久远专家也无从考证 但是关于同府的居留专家 做出了一个猜测 他们认为凶手行凶时是偷偷摸摸的 否则以奥兹在族群中超然的地位 怎么可能只身一人孤身奋战呢 既然凶手是偷摸行动的 那就表明他有一定的顾虑 奥兹那把做工精湛的同府 是个人就难以抵挡这样巨大的诱惑 但是奥兹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这把同府出现在谁手里 就证明谁是那个心怀不轨的人 所以凶手即使眼热 也不敢冒这个险 只能让这把绝食宝器 在他的主人身边沉睡 至此奥兹的经历被推演了一遍 可以明确断定他死于一场谋杀 不过随着奥兹的出现 和对他的深入研究 一系列怪异的事情悄然发生了 首先就是奥兹的发现者西蒙 他在67岁的时候 独自重返奥兹的发现地 令人不解的是探险经验丰富的他 这次却没有携带任何防护设备 到了奥兹冰川后就杳无音信 直到三周后救援队 在山谷中发现了西蒙的尸体 本来众人还以为 这只是一个意外 没想到不久后 研究奥兹的汉恩博士也突然去世 当时他正准备去演讲 关于奥兹冰人的故事 雪山青线依据5300年前的干尸 他皮肤完整毛孔清晰可见 但是此时却姿态怪异半身赤裸面容扭曲 身上还布满了诡异的纹身 专家对其进行详细研究 却由此揭开了千年前的一场古老谋杀 甚至还有人认为干尸的出现 带来了邪恶的诅咒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没想到在途中出了车祸不幸去世 后来出事的就是弗里斯 他曾靠着奥兹冰人获得了不少好处 但是在一次参观活动中遇到了雪崩 整个旅游团只有他一人去世 而这次活动正是观赏奥兹冰人 可以说在奥兹被发现后 一共有7个和他接触的人死于非命 不少人都认为这是奥兹的诅咒 因为这些人打破了他的沉睡梦境 但是专家们对这种传言却嗤之以鼻 觉得这一切不过是巧合 如今奥兹冰人被存放在提洛林考古博物馆中 他的神秘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往游览 大家对此有什么不同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别忘了 长按点赞加关注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